他就找个保姆啊 他吵架的时候 我们这么大连接了 也就是说老了有一个依靠 那我能依靠上你吗 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不生孩子了 那我能依靠上谁 照现在这个状态 永远是我来照顾你 我病了 我怎么样一口饭一口水都喝不到 我们以后应该会好的 我这次如果时间做好了 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我这个市场做起来了 我们还是可以赚到钱的 那市场要是做不起来呢 我对这个还是有信心的 如果做不起来 万一嘛 万一了我们还 那还有个养老保险嘛 万一还是日子还是够的嘛 就是您这么说吧 你有没有考虑过 你们俩的未来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他比我大八岁 我感觉我比他大八岁 现在是 我就觉得就这一次 我们这个砍过去了就好了 他就一直就着急 一直急着就是 怎么怎么的 一直说我什么的 您是认为 他就是因为这五万块钱 跟您急嘛 对 就这一次 您还没听明白 他其他的这个抱怨嘛 你知道吗 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年纪 要的浪漫 跟小男生小女生不一样 我要的浪漫 就是你多关心我一点 多爱护我一点 多照顾我一点 而不是你 事实都是只顾 你自己那么自私 你不觉得 你都是这个自私吗 这一点我确实有一点 做得有一点 不够好 老婆我确实是这一点 但是我们最近这里 就是只要过了这个坎就好了 只要把这个时间做好了 你总是拿这个说事 我跟你说所有的事情 我永远都是在 我跟你说道理 我都不知道 我是找了个老公 还是找了个孩子 所以好像在女生的眼里 我在挑战他 我在教育他 知道吗 在女生的眼里是 我要的是关怀 我要的是爱 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 这么一个男人 在大哥的这个心里面是 我先把这个产品弄好了 你要的爱啊什么的 我就都能给你了 是这么想的吧 那这个婚姻应该怎么调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其实看似一开始 你们两个人说 走到一起到结婚 时间很短三个月 大部分人结婚是出于爱 可是你们可能是因为 彼此需要彼此合适 而你们的婚姻呢 也更像是人们所谓的 搭伙过日子 那既然选择走进这段婚姻 既然选择了一个伴侣 陪您搭伙过日子 那您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的 一份子一个成员 那您觉得您在这个家庭当中 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吗 您为这个家庭付出过什么吗 对于您的实验室来讲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认可你 因为我掏钱了 我出力了 我每天把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了工作室上 所以我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是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 我是研究人员 可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讲 您是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就希望老婆先支持我 熬过这段时间 我们后面就会很好的 好 您一直口口声声说 熬过这段时间 大家都常说一句话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会有一个无限支持 他的妻子 现在可以这样说这句话 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女汉子 可是您知道为什么 那些成功了的男人 他们背后那个女汉子 愿意一直这样支撑着他 往前走吗 因为成功的那个男人 会回头拥抱 为他付出的妻子 会给他关心和呵护和爱 这个女人才会无条件 去支持他 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和理想 你的实验室对于他来说 那是你的梦想 跟他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他为什么要无条件地支持你 如果这个家和这份爱 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话 他凭什么要支持你 他凭什么要陪你熬过这段日子 所以您不用说现在没有时间 或者说现在没过这个坎儿 我没办法去爱你 没办法给你想要的东西 您就算以后有了大把的时间 和大把的金钱 也不会给他相对应的爱 所以如果您一直 没有弄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您在这个家庭当中 冲担的角色和男人的责任的话 我觉得您可以就放开这个女人 不要拖累她 因为一个男人在家庭当中的失职 是婚姻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于女士 我其实只想说一点就是 如果你决定要支持这个男人 去完成这项事业的话 那中途的时候出现一些 任何的损失或者风险 您都要有承担的这个能力 和心理准备 但如果您没有这份思想准备 那就及时止损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谢谢 余东 我现在特别想问大姐一个问题 如果杨大哥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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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